现在由国际宋氏行义全总会副会长郝绍华先生演练 宋氏行义盘根练法 盘根分为六径 竖 横 升 降 归 服 盘根功法吸取八卦之精华 综合行义太极真义 将天行剑 地转墙 剑阴盘义 木有本 水靠圆 权重根基 知盘根真经演绎得淋漓尽致 实乃行义之精髓 天长地久能令上身清零自如 下盘稳固沉着 在波机中可进退迅速 变化多端 方便使用 练功时头要正 收下恶 微有顶意 嘴微闭 舍顶上额 用鼻呼吸 颈要拧 两眼向圆心平视 双肩礼合 自然形成含胸拔背 上身保持正直 走圆时要坐直 提胯 提刚 流臀要稳如坐桥 要向圆心引腰 掌目对正圆心 通过换掌便试练处 腰如肘立 前腿领路不可僵直 膝部可自然微深 行走才能自如 后腿支撑要屈膝 何膝果当 走圈时速度不可过快 要适中速度 精神意念要集中 周身要放松 自然呼吸 气沉丹田 以意领气 以气领力 沉金坠肘力量到手 做到四行俱备 鸡腿 龙身 雄臂 虎抱头 转掌如拧神 席恋调气法不可骨气 要舍顶上额 鼻呼吸 不急 不缓 呼吸自然 气不外散 气循任督二脉 畅通无智 以意领气 但切不可着异于领气 不论在上中下之架势中 还是在手眼神 步伐之转动运行中 或是在竖横 升降 归伏的动作中 都能体现出灵活多变 阴阳分明 是健身之妙法